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今天講的這個受安慰或做門徒 其實這篇信息是我真的特地為蒙愛教會寫的 那今年五月一號在喜瑞都堂第一次分享 那經過將近三個月其實我重新修訂整理過 更動了大概三分之二的內容 那我覺得是我自己覺得在解經世經上我更滿意 我覺得更多想要講的話 所以你們今天聽的是更新版這樣子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聖經 不管是手機的或紙版的打開 到獵王記上十九章這裡 到獵王記上十九章這裡 那麻煩你把聖經打開 因為我覺得我們沒有讀經 因為經文蠻長的 但是講到時候你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受安慰跟做門徒 乍看之下是沒有衝突的 有一天有一個小姐走過教會 看到牆上貼著海報寫著 凡勞苦丹重蕩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就像我們蒙愛寫的要抑制破碎的世界 那這個小姐無論在精神上或體力上 然後都非常的疲憊 所以這正是她需要的 所以她就走進了教會 但是她走進去 剛找到一個位置一坐下來 就聽到那個牧師說 揹起你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這個小姐的故事是虛構的 不是我虛構的 是周學信老師虛構的 那故事是出於她2006年寫的一篇文章 叫做做門徒的呼召代價跟操練 周老師說這個小姐的故事雖然是虛構的 就像很多小說裡的人物一樣 但她很真實 我們裡面或多或少都有她的影子 不少人可能就是來教會尋求安慰 但是卻聽到做門徒的呼召 那我們如何面對這個好像是矛盾呢 周老師就引用了一個神學家叫尼布爾 他說教會是安慰受苦的人 折磨安逸的人 我有查過 我覺得這句話有人說是幽默家杜恩說的 我是一個比較不擅長那個安慰受苦的人 我比較擅長折磨安逸的人這樣子 所以上過我的課的通通吃過這個苦 我們教會幾位上過課都是尤其像元臣牧師 我們其他同學 他們都是少數沒有被我折磨的 因為他們都先折磨自己這樣子 他們自我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這樣子 受安慰或做門徒 我們常覺得我來教會是受安慰的 你剛來教會可能也是 或者做門徒 那我們很快當然就會說 兩個都有需要啊對不對 有時候我受苦受傷了我需要受安慰 有時候我們安逸過頭了 需要一些鞭策跟攪動 或者你剛來教會的時候 就像這個小姐一樣是來受安慰的 你也受了安慰了 請問多久之後 你可以開始成為一個去安慰人的人 一個安慰人的門徒 教會如果坐滿了等著受安慰的人 怎麼可能一致破碎的世界 怎麼能夠把福音傳遍地基之地 教會之所以是教會 是因為有更多受到安慰之後的人 起來做門徒 做門徒的意思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是跟隨基督 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基督 這是三卷福音書都有說到 都提到的 那背起十字架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什麼意思 主耶穌他定在十字架上 他的舍己 他是真實的捨棄他自己的生命 我們背起十字架是隱喻的捨棄 要我們向著自己是徹底的死去 哇 基督徒一輩子都要學這個功課 向著自己徹底的死去 D.A. Carson就說背起十字架 不是要門徒在生命中忍受一些困難或悲慘的境遇 是要徹底的向自己死去 《列王記上十九章》這段經文提供我們學習向著自己死 向著基督活 在受安慰跟做門徒之間平衡可以學習的力證 伊利亞他擁有從神來的大能力對不對 他絕對是舊約中挑起千金萬彈的大悶徒 但是他在施工困難的時候他也需要受安慰 同時他也需要學習向著自己死的功課 伊利亞的故事大概是十七十八章 《列王記上十七十八章》就開始 從你的經文也可以看得到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厲害對不對 不禱告天不下雨 可以使無便有能使死人復活 還可以單槍匹馬力戰一群巴力 那他根本就是張無忌或Captain America這樣子 對不對 那其實呢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河本修訂版 他在一開始就這段經文是這樣說的 他說雅哈把伊利亞所做的 那告訴了耶喜別 那耶喜別就講了這句話 明日約這時候我如果不使你的性命 你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 因為神明重重的降罰我這樣子 如果你要了解耶喜別講這段話 跟雅哈講這段話 你需要了解一件事 你們正在讀薩摩爾記 蛮好的接下來會讀《獵王記》吧 那其實《獵王記》上16章29節開始 一直到《獵王記》下11章 一共有將近17、8章的篇幅 再寫伊利亞跟伊利沙 如何立抗整個以色列的這個宗教 傾斜跟敗壞 跟耶喜別有極大的關係這整件事 耶喜別不是以色列人 他是西頓人 那他把拜巴利跟亞瑟拉帶進了北國 他是西頓人 他就帶進了北國開啟了國家王室 他一直公然帶領百姓去拜偶像 這就我可以舉個例證 就像今天伊利沙白女王對不對 直接說來我們來拜一貫道 然後還沒有人敢反對 然後大家還跟著說 欸對很好 然後就全部舉國上下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多麼宗教傾斜的世代 那個其實在當時 伊利亞跟伊利沙這一群人 專門專注於拜耶和華的是少數的少數 主流就是這種 哎呀耶和華就是巴利 我們來拜巴利就好 就像我去傳福音人家跟我說 我們的玉皇大帝就是你的神 就是你的耶穌這樣子 通通一樣 那在那個時候呢 在第八世紀 主前第八世紀 有一個出土的碑文就直接寫著 我奉耶和華跟他的妻子 亞瑟拉的名為你祝福這樣子 以前百姓可能還偷偷拜 現在是公然國家帶著我們大家一起玩 你就可以知道整個國家是這樣的敗壞 所以為什麼伊利亞覺得是孤單跟挫折的 那我們也問一件事情 就是當亞哈 當耶穌別說 我如果不使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 這句話他真的要殺了耶穌別嗎 伊利亞嗎 他真的有能力殺伊利亞嗎 其實我們可以看那個網上十八章十二節 那個亞哈有一個家宅叫俄巴提 他在路上偶然遇到那個伊利亞 然後他就講一件事 他說我只要去跟亞哈 我等一下找不到你他會殺我 所以也就是說 伊利亞如果不是他自願獻身 有沒有人能抓得到他 抓不到他 所以他不僅是Captain American 他還是蜘蛛人這樣子 你根本就找不到他這樣子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看 就是明日約在這時候其實是一句套語 沒有什麼時間效力這樣子 因為呢聖經有其他地方 也出現這樣的一個套語 他的意思呢 就很像我們今天的人講 我告訴你 我如果明天不讓你下台 我就不信張這樣子 一樣的這種話而已 那是表示他說話的態度很認真 一定想辦法要使他成就這樣子 那其實耶穌別沒有真的要殺他 要殺他就派殺手去就好 還預告什麼 所以這種威脅另有含義嘛對不對 因為自古以來殺異議分子 然後最容易引起民怨這樣子 那最好就讓他逃亡到國外去這樣子 我記得很久以前的魏京生跟王丹 對不對 那他們逃出去以後 就只能在外面演講而已 那不是看不起魏京生跟王丹 而是政治的現實就是這樣子 他就離開了 表面上看 他離開了好像是很挫折很失敗 鄭仲也喜別嚇壞 我們看一下這個經文 河本如果你過去看他是伊利亞 看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 看你的聖經 那事實上河本修訂版現在已經改了 就是伊利亞害怕 我會建議教會就是說 如果可以 可以開始用河本修訂版 因為他竟然已經有修訂版了 那有些東西他大部分 大部分有錯的有問題 他已經都改了 那有少數一些沒有改 有點可惜 我接下來會寫一篇文章發表這件 這個我最近看異本 那過去他為什麼翻看見 因為這個字的字根是害怕 可是因為母音標註不正確 所以就以為是要伊利亞看見 那有些希伯來文抄本 一本也的確用看見這樣 不過目前為止 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就是害怕 伊利亞害怕沒有什麼不對 也沒有什麼不好 就是大先知大牧師也會害怕 害怕就是波安不確定 我們不是已經經歷了兩年的害怕嗎 你們打幾針了 我都打第四針了這樣子 我們都打到昏頭了這樣子 因為我要去巴西跟阿根廷服侍 然後我的家庭醫生說 你要出門還是再打第四針 那第四針好像聽說三分之一的劑量 然後已經沒什麼感覺了這樣 打到都沒感覺了 也不知道會不會感染 但是我們就交給神吧 害怕是沒有用的 所以呢你大概了解這樣子之後 我們來看這段經文的整個的結構 一到二節 也許別仰言要殺害伊利亞 然後伊利亞就逃往南地去 然後他遣散了他的仆人 某種程度象征他放棄他的使命 然後接下來呢 神又讓他到達了和列山跟他相會 九到十八節是整個故事的核心 然後呢最終他再讓他去見伊利莎 等於重拾仆人 他的使命又繼續下去 所以我今天分三點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點叫做可以療傷 可以受傷但是要療傷 不管你是剛剛踏進教會的那位小姐 或者你是身經百戰的服侍者 如同伊利亞一樣 我們都可能會受傷 很少人說他從來沒有受過傷 但誰要我們療傷去接受他的安慰 從地圖上你可以從那個最 你的最右上角那裡 那就是加密山上 他從那裡一個人對付這些 耶錫別種巴黎 那之後呢他上山林去禱告 天要下雨 然後神還讓他在亞哈的前頭 就直接奔到耶穌列平院那裡 然後呢他鬥法上山禱告 下山趕在耶穌列平院 我算過大概需要耗掉三四天的時間 那所以他在體力跟精神上 其實都已經是非常的疲憊了 你可以看到所以他累了 累了有情緒 他的情緒描寫害怕 他就到了猶大的別市吧 然後那個是以色列最南京 然後再走一天以後到一棵羅藤樹下 他就開始求死這樣子 我們大概算了一下這個距離 他從那裡下來大概是走了半個月的行程 自己再走一天的路這樣子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他已經耗了一個月的時間 他非常的疲累 你本來在鼠林 我不騙你 你都開始會累到什麼 想放棄 你累到超級有興趣 你做了這麼多 還除不見耶錫別這一幫妖孽 你還帶不起匯眾信仰突破生命改變 沒有多少個願意背十字架的門徒 都是聽眾 都是觀眾 對不起 我的跳掉 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直跑來跑去 OK 好 那其實 一定也難怪他會覺得不如去死吧 當我們在身體跟精神上都承受很大的壓力或挫折的時候 我們最容易自暴自棄 這種時候都有不如去死的念頭 其實好像很多人其實心中都多少升起過去死吧這樣子 只是 沒有 不一定會那麼樣的去想做這件事 這種時候的想去死 不是捨己 是想放棄自己而已 那當我們受傷很深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會這樣講 其實我們真的會這樣講 就是說情緒性的 喪氣的話 對啦 我就是 我沒有那麼好 上帝你去找別人 再見 神對基督受傷疲累的人 樂意給他們最真實的安慰 所以你發現一件事 經文神沒有回答他任何挫折受傷情緒性的話 神讓他睡覺 神就讓他睡覺 然後叫他吃 叫一個天使叫他吃 然後有這個熱的餅 石頭烤的餅跟一壺水 他就吃了又喝了 然後神第二次又叫天使再去叫他起來 跟他說你要走的路很遠起來吃 哇 不是停在這裡 你還要遠遠的路要走 然後他又再起來吃跟喝 藏著這些食物跟利器 他走了四十昼夜到荷烈山 神對以利亞說的企劃是沉默的 就像他容許約伯說任何企劃 任由他說企劃 但是就是給他吃跟喝跟睡 你有沒有發現吃跟喝跟睡 是我們最需要最實際最貼切的安慰 有沒有發現 吃跟睡 吃跟喝跟睡 永遠就是你力氣力放盡最需要的 可是當你最受傷的時候 你常要先求的不是這個 你會想要很多的答案 如果你很受傷 你很生氣 很挫折 很沮喪 神要你採取的行動是 離開那個現場 離開分擾 不管是那個環境或那個人事 神要你做的是單獨的面對他 不管是神使以利亞感到害怕 或以利亞自己就已經覺得很累了很害怕了 這個害怕讓他起來 離開那個紛擾 單獨去面對神 不然神不會讓天使跟他說 你要走的路很遠 當我們單獨面對神的時候 你可以講七話 向神發洩 神一定傾聽 他一定給我們安慰 怕的只是 我們不想單獨面對神 我們比較想講給人聽 我們比較喜歡人的安慰 我們還會憤憤不平想對人傾訴 而且越講越氣 越想越切 還會不斷懊悔 我們常常受傷但不想療傷 受神安慰最好的方法是 找一個地方 單獨一個人 安靜 沒有人聽到 沒有人打擾 告訴神你的挫折 你的傷心 你的沮喪 神會提供我們最貼切 最實際的安慰 我自己就經歷很多 如果我們不真實 面對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傷痛或憤怒 我們很難真正向著自己是死的 因為只有面對傷跟痛 才能對那個傷跟痛是死的 不然那個傷跟痛 會很容易再被揭開 而且每一次碰到就更痛 還會越痛 安靜單獨面對神 讓神安慰我們 我們才能做神的門徒 你去找人 你就做人的門徒 你去找神 你才會做神的門徒 如果你受神安慰 你可以做第一種門徒 去安慰人 如同我們蒙愛呼籲大家 去醫治破碎的世界 做神的門徒去安慰破碎 記不記得很有意思是 神最簡單的安慰是讓那個天使 有沒有 給伊利亞當前最大需要的是什麼 睡眠 食物 飲水 你有沒有發現你越在困境 憂傷的時候 你吃不下睡不著 喝不下 神經緊繃 憂傷過度 你缺乏食物 睡眠食物 其實睡眠飲水食物 會讓你更容易焦慮焦躁 情緒崩潰 伊利亞最需要其實是吃個喝個睡 可是她卻是求死 她沒有求她最需要的 但是神給她 她其實最需要的 我覺得最美的一件事是 那個經文描述著 是一個石頭烤的餅 有沒有看到 她不是說 那旁邊有一壺水跟一些餅 它是那個燒熱的石頭烤的餅 經文描寫的是 安慰的溫暖跟溫度 提醒我們 我們可以做這個天使 烤餅滴水 做這個天使 供應給需要的人 我的弟弟過世的時候 你們都聽很多人聽過我的見證 那我自己很痛苦走不出那個北上 那我當時在三一念PhD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PhD學生都有一個 Study Carol 那我常常坐在那裡 其實坐著眼淚就一直掉 我需要時間受安慰 我需要空間受安慰 神學聖經我都知道 弟弟在神那裡我也都知道 我覺得當時我所有的同學 對我做的最美的事就是 他們很少人在我掉眼淚的時候 或痛苦的時候 過來跟我說話或碰我 因為那個對我太重了 他們常常做的事就是 當我一到座位 他們放一張卡片 或一包餅乾 或一個小的麵包 或一個小的蛋糕 就放在我的桌子上 然後就寫一些經文一兩句話 我沒有辦法說話 因為說話會讓我更痛 其實當人在極大受傷的時候 需要的是這種最沉默最實際的安慰 我們的話語都很有限 我們那個安慰人的都很有限 那個幫他一起罵的那個都沒有用 我不騙你這樣子 你以為你幫他一起罵那個人 或那件事 其實那個沒有安慰 真的那個沒有安慰 我最近遇到一個姐妹 她的先生過世 那她非常痛苦 痛苦到一個地步 就是她問神 我這麼愛你 我先生這麼愛你 我們侍奉你這麼多 我們奉獻這麼多 為什麼你可以讓她這樣走 最近才走 不是COVID 生病 她痛苦到她不願跟任何人講話 牧師打電話給她 不接 敲門不開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她就這麼痛苦 她就關在家裡 痛 她是需要空間 受神安慰 可是大家在旁邊就很焦慮 後來我 因為我也認識她 那他們一個職業主席就打給我 告訴我這件事 我就說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帶一鍋 東西放在門口 按個門鈴 說我東西留在門口 那是最好的 最好的安慰 最簡單的安慰 最能幫助人 最實際貼切 我們也可以做的 行動二 第二點 可以有我 卻要忘我 當我們受神安慰 也會開始安慰關心人 開始成為門徒之後呢 有時候我們可能 負起更多責任跟挑戰 漸漸的 我們更多意識到的是 在服飾中的 有我的重要性這樣子 我們已經開始忘了 做門徒的舍己 需要忘我 這個是她 我真的去Google查 那我算了個距離 跟當時的路不好 她真的走了四十週 也完全聖經的記載是正確的 她就走了四十週 也到了荷烈山 OK 那十九節的 十九章的這個 九到十八節 是這段經文的核心 那她十四節 抵達荷烈山 那她在這個經文裡呢 是整個是一個交叉的結構 你可以看得到 因為呢 一開始神就問她 伊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 然後她就陳述 然後神就顯現給她看 顯現完了再問她一次 伊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 然後她又再說一次 她的孤單跟絕望 神向人親自顯現 這個意思是 她仿如本體的出現 就是我本尊出現給你看一樣 是神給她忠心的仆人 最大的安慰 那你應該記得還有哪一個人 摩西 記得嗎 摩西也是神親自向她顯現 安慰她這樣子 所以耶穌在她的登山變相當中 同時顯現說話的 還有摩西跟伊利亞 所以那段經文 在馬太福音十七章二到三節 那段經文 就是要讓我們知道 耶穌可以以本體顯形象顯現 給門徒看 那這是應許我們 將來我們跟她一同復活 我們可以親眼看 她可以跟眾仙之 眾神人一起在神的面前 這樣的榮耀 這樣的喜悦 那這是多大的安慰對不對 那所以耶利亞 神給耶利亞這麼大的安慰 那這個顯現前後 神不是都問她嗎 耶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 Hello 耶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 那耶利亞親眼見神 那她兩次神問她 親眼見神的前跟後 她回答神的都是我為你大發惹心 我覺得孤單又絕望 神問她你在這裡做什麼 她回答的是我先前為你做什麼 而且兩次都一樣對不對 兩次的答案一模一樣 我們在四分中受傷或者辛勞 神知道嗎 神都知道 祂樂意安慰我們 但是如果我們受了神極大的安慰 你對神的回答還是一樣嗎 有時候我們把做門徒等於 我再為你做事 上帝Hello 我再為你做事 是我 你有看到嗎 是我 只有我 我一直很努力 我們經常有我 無法忘我 如果我們把做門徒跟隨基督 是以為神做很多事情來代替 我們的生命不是以神為中心 是以事情為中心 我們容易有我 很難忘我 無法捨棄 這不是說在教會做事或服事不重要 是服事已經做事已經取代了你跟神 那種親密的跟隨關係 難道神不知道祂在這裡做什麼嗎 明明是祂把祂引導來帶來的對不對 神為什麼要問 神當然知道 所以神第一次問他 伊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相信神是告訴他 伊利亞你知道你今天為什麼能夠站在我面前 因為我愛你 我也在乎你 第二次神在問讓他親眼看見 神問他 伊利亞你親見我面深受我安慰 你要如何回應我 神接下來指示伊利亞去做的工作 顯示神早就有計劃 不是只有你一個對不對 神都計劃 而且如果不是神 你不可能單槍屁馬力斗巴力 神要他告哈 阿哈學做亞來王 要他告伊利亞先知接續他 然後接下來告訴他將來會發生的事 那最後他才講這句話 他說我有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 是會呈向巴黎去西的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包含那個 你們知不知道他說他只剩我一個人 那他說神就說我有留七千個 亞哈曾經講過他藏了一百個 所以我們不知道總數是七千一百個 或者那一百個包含在裡面 但是一定有至少七千個 七千零一個加伊利亞 那伊利莎可能也是其中 那伊利亞不一定是自大 是因為宗教的破壞 環境的險惡 他不知道還有誰在為耶和華大發熱心 那神也任他一個人孤軍奮戰 但神絕對與他同在 所以當神問伊利亞說 伊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的時候 神是絕對是在問讓伊利亞問說 那也讓他了解 你沒有一個人在孤軍奮戰 一直有我 始終有我在 如果沒有神同在 伊利亞沒有辦法行所有神蹟 也不可能單槍匹馬力戰巴黎 當我們做門徒變成做事工 而且越做越好做得不錯 還得心應手 命聲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忘我 那忘我也就很難捨己了 只剩自己就沒得捨嘛 對不對 其實神並沒有責備伊利亞 而是再一次塑造 給伊利亞一次捨己的塑造 忘掉你先前做的 去做接下來我要你做的 所以他讓她去告伊利莎 接續她做先知 高伊利莎接續她做先知 神連接班人早就都預備好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接班人的出現不是神否定你 是做神門徒 我們一定要做的最後一個篇章 找到能夠接續你事工的接班人 所以做神的門徒去傳承門徒 你可以做兩件事 行動上請你去尋找你的接班的門徒 或者你應該要祷告成為一個接班的門徒 《列王記上十九章》絕對不是伊利亞失敗的篇章 這一章要教導我們做門徒的終極目標 是按著神的引導去找到傳承的門徒 或麻煩你開始禱告你要成為接班的門徒 這就是大使命的意義 我的服侍信仰過程裡面經常都是神帶領 我就心甘情願歡歡喜喜當接班門徒 我從來不覺得服侍對我是勉強的 因為先做門徒 那我先講就是為什麼 因為我在社青小組的時候 我們是每兩年換一任小組長 那我的前兩任那個姐妹都做得很好這樣 我很尊敬很喜歡她們 那我就為他們禱告為小組禱告 神就感動我說 玉琳你要接下一任的小組長 然後過了一個月他們就來跟我說 玉琳我們的感動是 你應該接下一任的小組長 我的回答就直接是 對 神也感動我要接 我的服侍生命 我的信仰生命 或者我相信很多做神門徒的人 應該是這樣子經歷的 所以我記得我因為神給我這樣的感動 或者我的教會就是這樣子 做門徒的訓練 所以我在教會服侍 我從來幕會的時候 我不會叫人家 我從來不講這一句話 就是麻煩你來幫忙一下 因為我不是被拜託幫忙來服侍神的 我是做門徒 所以我才服侍神的 我禱告神 神總是為我預備 其他的門徒願意來參與服侍 我們常常應該是這樣的門徒生涯 所以才會服侍很喜樂 很開心 很甘心 樂意 做門徒 是因為我們前面就有這種美好的門徒 我剛剛說的那兩位姐妹 那種生命 你看的是生命 所以你想跟 不是因為他在那裡做這些事 這些我也會做 所以我來做 那個生命我好羨慕 我也羨慕有這樣的生命 那我們做的就是別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跟隨這樣子 所以做門徒其實是一個 繼續的承接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去吧 那是神對他說的真的 希伯來文是去吧 然後神今天也在問你 問我們福樂頓教會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你們在福樂頓做什麼 你現在坐在這裡幹什麼 把你的名字填上去 你總要找一件事做 你已經做門徒夠久 請你去找接棒門徒 如果你受安慰夠久了 你可以做一個接棒門徒 你一定要選一樣 做門徒是跟隨基督 就像保羅說的 你們應該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那做門徒是跟隨一個 效法基督的使命門徒 讓自己也成為一個使命的門徒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我為什麼說這一張是 伊利亞的服飾最高峰 因為他是一個有使命的門徒 不是做門徒而已 是一個有使命的門徒 然後接下來他最後一件事要做的 神要他去做的 就是傳承交接給你的使命門徒 我們看到在十九節這裡 伊利亞就去找了伊利莎 然後伊利莎在跟田 他有十二對牛 自己趕著第十二對 伊利亞經過他 就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 那等於就是把這樣的力量 神人的力量 傳給他 正式的這個使命門徒的傳見 那伊利亞讓他傳承的 不是做他的門徒 而是做神的使命的門徒 做跟隨他的仆人 對不對 他不是就起來服侍他嗎 我們看一下 伊利亞就 伊利莎就離開牛 就跑到伊利亞那裡 他說請你讓我跟我的父母吻別 然後我就跟隨你 他有十二頭牛 那表示他很有錢 而且他還不僅有錢 他還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對不對 他就是主耶穌說的 撇下財產跟父母 願意去跟隨耶穌基督 跟隨基督 跟隨神的人 然後呢 伊利亞就跟他說 因為我對你所做的事 你去吧 然後回來 我知道那個和本番 哎呀你去吧 我對你做了什麼事 原文是有點這樣的意思 不過事實上是可以翻成 我對你做的事 去吧 然後回來這樣 你去吧 因為我對你做的事 那伊利莎之後呢 回去之後 載了一對牛 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給 百姓吃 他全請客這樣子 然後就起身跟隨伊利亞 去服侍他 他連套牛器具都燒了 表示他什麼 他再也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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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潘霍華的跟隨基督呢 其實他的原文書名 是做門徒的代價 是做門徒的代價 做門徒是要付上代價的 背十字架 不是付上代價 請大家不要誤會了 耶穌已經為我們付上代價 你背十字架的代價 是面對 你太多的眷戀跟不捨 伊利莎早就已經清楚神的呼召 所以才能起身 就放掉眷戀跟不捨 她不可能是在那裡耕田 然後突然間伊利亞跑來 她就喔好我走 她一定已經領受神給她的呼召 她一定禱告過 當我看見使命的門徒我就禱告 我覺得好羡慕這樣子的服侍 這樣的生命 你需要禱告 所以他一披上外插 他就立刻行動 每一件事神都有計劃 神早就計劃 你沒有參與神的計劃 其實神要你參與神的計劃 如果你已經參與神的計劃 那麼你一定知道你的下一章 去找你的接班使命門徒 我們把做門徒不要當成口號一樣 這個做神的門徒呢 你要開始禱告 你要去承接一個使命的工作 具體的行動是 比如說你現在就可以開始做 每一天或每一週有三次 每天天天都有可以或每週三次 為自己做一個承接使命的門徒 你先禱告一個月 你看看你了不了解你可以服侍什麼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我們未來活到90歲都是有可能的 千萬不要講你年紀大了這樣子 那你可以專注求神告訴自己 應該做什麼樣的使命門徒 因為你需要跟隨一位門徒 來做使命的門徒 那會讓你的生命真的是更有意義 做門徒是跟隨 跟隨誰 你說我跟隨基督 那這裡給你一個很具體的行動 請你跟隨一個長時間領受神旨意 專注信仰深受神安慰 被神破碎過的使命門徒 來做門徒開始 結果就是這樣教我們 所以他跟隨伊利亞服侍他 神人其實可以說是 舊約的使命門徒 他們都有非常清楚的使命 伊利莎之後就再也沒有具名的先知 被稱為神人這樣子 那舊約中不管神人或先知 主要的工作就是清楚領受神的旨意 傳遞神的話語跟旨意 那他們經常都有非常清楚的使命跟意向 那在舊約中叫做神人 有誰你們知道摩西 撒摩爾還有呢 士馬雅 伊利亞跟伊利莎 那神也讓我們知道 做這種使命門徒都有他的辛苦 有他的挑戰 可是神與他們同在 所以他們最大的喜樂滿足 我們剛剛前面唱的詩歌也是 對不對 你最大的喜樂滿足應該是有神的同在 對不對 去跟隨神 那他們也會累的 那這幾個人呢 摩西 撒摩爾跟伊利亞 都抱怨過百姓不好帶 或者事工不好做 那神都安慰他們對不對 那神安慰他們的裡面呢 一定包含這件事 教他們呢 去找一個接班的使命門徒 摩西把尊榮分給約束亞 撒摩爾去告扫羅跟大衛 然後伊利亞去告伊利莎 帶領他們 那讓他們可以做這樣的接續使命 有人跟班接班 所以呢 第二個行動同樣的 我們要做禱告 要禱告你的行動二 如果你已經是一個很有使命的門徒 包括我們的牧師 我們的傳道人 我們的同工 教會會缺乏安慰人的人 提供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沒有培養安慰人的人 我們很會做 就一直做 做到自己很累很疲乏了 老了 或退休了 放棄了 如果你是這樣的人 你的做門徒只做了前半段 你還沒完成你的最後一張 Lost chapter 你應該要找一個傳接的人 我自己告訴我自己 我要服侍到什麼時候 我現身要服侍到什麼時候 我現在就開始想60歲了 我的目標就是栽培40到50歲的人 未來的10年 這是我的主要目標 我一定要做這件事 我講這篇信息不是講給你們聽 這是神給我的感動 我越來越覺得 為什麼我們傳承不下去 為什麼我們交接不下去 為什麼我們常常自己做到最後 覺得又累又苦 然後又覺得 啊 教會現在都流失了 我們需要傳承給下一任的使命門徒 我現在正在帶一些40歲左右的年輕人 他們當然有壓力 他們有家庭壓力 工作壓力 可是他們願意服侍 我覺得很不容易 怎麼支持他們 怎麼帶領他們 不會是我最好 我一輩子站在這裡講 對不對 有什麼意思 是不是 其實我們在生命當中呢 我們服侍或者 所以你 對不起 你要去 你可以做的就是你也禱告 求神告訴你 能夠有一個跟隨你的門徒 這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使命門徒 其實我們在生命或服侍當中 我今天講的三點是一個循環的 對不對 因為你在做門徒 或完成使命施工的過程當中 你難免會受傷 或你甚至在工作上 在家庭 在任何地方你都難免會受傷 你一定要讓神對你療傷 你可以受到神的安慰 你才能夠起來做神的門徒 這是第一步 我們也可以幫忙安慰那些受傷的人 對不對 療傷後要加入跟隨基督 那跟隨基督不要做到忘我去了 這樣子 能夠繼續的去把使命傳承下去 然後呢 你永遠都有可能在受傷 然後你還要再療傷 所以這是一個可能會是的循環 基督信仰在歷史歷代的傳遞 不惜是因為一直有 以利亞跟許許多多的使命門徒 所示範給我們看的 最後呢 我要講一件事就是 我一開始就講那個好累的小姐 走進了教會 她要來 這個受安慰 那我們的確 我們很容易覺得那個 背十字架跟隨基督 是你們的左邊這張圖 對不對 背十字架老是想這邊的 對不對 其實這就是不了解 做門徒跟隨基督的意義 做門徒跟隨基督應該是 右邊這張圖 因為主耶穌早就在 約翰福音十五章 那裡講過 對不對 他說我是什麼 蒸葡萄樹 我父是栽培的人 來 種過葡萄樹的請舉手 真的有 See 我也種了 因為有人給我一支枝子 然後我插了 插了之後他跟我提醒一件事 他說你一定要綁他 後果就發現果然 你們看那個圖 對不對 你們知道枝子是很細的 枝子是細的 然後他怎麼能夠 結那樣子 那麼重一掛掛的葡萄 因為那個栽培的人要什麼 綁他 對不對 要綁他 然後呢綁住他 固定他 然後修剪去整理 然後呢 整棵葡萄 那個枝子 會去連於那個葡萄樹 對不對 葡萄樹那個樹幹 是相對是粗的 然後他才能夠 那個養分跟水分去滋養這些枝子 不然我跟你們講 那個枝子喔 真是給他剪下來 連打小孩都不夠痛的 我不騙你真的 但是他只能夠連在那裡 那麼小他連在那裡 他可以去結這麼漂亮 那樣一大一串串一掛掛那麼重的葡萄 做門徒跟隨基督 不要再去想像是那個好累的事情 因為那個想像的人 經常就是以為我在為神做事 我在為你大發熱心 服侍神如果是從做門徒開始 是非常喜樂的 我相信我們的戴牧師或我 我們不管服侍幾十年 為什麼不疲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疲憊 有時候還是會累啦 我知道這樣子 但是為什麼奔跑可以不困倦 因為是做門徒 因為不是在做事情 所以這三點跟大家分享 我們可以受傷 但是一定要療傷 可以有我 但是一定要忘我才能捨棄 你要做門徒 但你可以跟隨一個使命門徒 然後你要承諾一使命門徒 然後你再傳遞下去 教會才能生生不息 越來越活力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親愛八天父 我們今天早上 藉著從獵王祭上十九章 所領受的 求你自己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動工 主如果經文或者剛剛的信息 能夠打動我們的心 求你使我們就起來有行動 有實際的行動 來跟隨基督 付上做門徒的代價 但卻不是苦中的作樂 是樂中的享受 雖然好像有甘苦 但總是有你同在的喜樂 因為你對待以利亞的 也要對待我們 你對待摩西的 也要對待我們 你帶領我們 可以與你單獨的相見 你的容形容美 讓我們不僅可以看得見 還要在我們的身上彰顯 阿爸父我們肯求你 愿你自己親自在我們福勒敦教會的 弟兄姐妹身上 主為我們做夠 需要安慰的 愿你親自安慰 主願意做門徒的 祝你帶領他知道怎麼捨己 主更讓我們可以做真正的使命門徒 好像說我們有使命的奔走在你的道路上 不會覺得困倦 不會覺得疲乏 不會跌倒 雖然其實有疲累軟弱 但你使我們可以重新站起 我們謝謝主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結論自己說 Hazis Hazis 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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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